2月28日,王可以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每日视频日之老 在视频中王可以独自参加朋友的聚会,和朋友一起吃喝 但照片中的小细节却意外地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除了男孩子聚会上还有一个女朋友 合影的时候王能能特别站在女生旁边 两个人的头几乎贴在一起 如果你不知道你以为他们在谈恋爱 你真的不担心罗拉会嫉妒吗? 如果是其他男生可能大家都不会太介意 毕竟朋友之间拍照很正常 但关键是王能能刚刚经历了一场感情风暴 她的性格和三观还是被网友质疑 现在很难不去多想这么快 就和异性朋友来个亲密合影 毕竟她现在有女朋友了 她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所以再好的私交女性朋友也要懂得避嫌吧 尤其是对于经历过失败婚姻的罗拉来说 她在爱情上一直都特别没有安全感 再加上找小姐事件罗拉能选择原谅王能 真的压力很大 相当于又给了王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所以希望王不要再让她失望了 视频发布后 不少粉丝也在评论区吐槽 为什么不把罗拉带出来 你们感情有问题吗? 离女生远点 等这样的问题 面对粉丝的关心王也能一一回应 王可以表明她和罗拉的关系现在特别稳定 尤其是他们住在一起后 他们几乎每天都亲吻对方 王也变得越来越欺管言 无论但是小事 都听罗拉 D 然而这只是网友的单方面意见 毕竟鞋子和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 虽然大家都在帮罗拉盯着王 但感情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 如果没有基本的信任 那么这段感情是不会长久的 但从侧面也证明了王能能的内心足够坦荡 所以才会接受大家对她的监督 无论是以前的赵小姐还是现在的依小姐 王都永远无法逃避 向网友展示自己真实的一面 这真的是无话可说 对于今天的王能能来说 其实也面临着职业转型的问题 王上节目前是广告策划总监 但据知情人透露 其实王早就可以离职创业了 毕竟现在随便发一个广告的价格就高达10瓦 真的比太多明星的价值还要高 今天的王能能也在初学 她也在调侃自己要做一个搞笑的博主 不过说实话 Wonderwell开设水平确实有待提高 横评会竖评真子 如果你将来真的想成为网络名人 你应该向罗拉学习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